我差点就和尼岸会 擦肩尔会 你好 屏幕前的你 我是党的二十大代表 我尼焦 相信你已经认识我了 二十二年的千球生涯 我参加了八届实习赛 四届奥运会 这一刻我等了二十一年 人一定要有梦想 万一哪年实现了呢 我实现了 我知道很多网友当时 就是热泪的情况 也更坚定 向着自己的梦想 前行 听了党的二十大报告 我还特别的想对你说 想要实现梦想 不仅需要汗水和智慧 还需要有战胜困难挑战的力量 给大家分享一段故事 我差点就和尼岸会 擦肩了 因为奥运年期 膝盖基业 吃了很多苦 那个时候 我的脑袋里 每天都有两个自己在打架 是不是真的到了 该放弃的时候 可真就这么放弃吗 但我就是一个药物人 啥都不怕 就是头 天球并不是永久 就能头得远 更多依赖于技术 只有不停地重复 近十年如一日 2011年 我也曾因为受伤 做了脚踝抗死手术 但术后带来的痛苦 现在回响依然特别清晰 大一点劲 但是这个程序让我很难 给足了我的信心 不过正如那一次一样 最后带我走出低谷的 真的都是那句话 让更多的人知道千秋 知道女子千秋的中国时代 我再次咬牙 挺不过来 所以我特别谢谢自己 没有放弃 失败和成功我都经历了 我什么都不怕了 现在 最后 想特别跟屏幕前的女 说段心里话 现场听了二十大报告里 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就是寄予青年 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 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 这句话让我想起了 我的追梦之谜 更希望能为屏幕前 每一个女带来力量 在我们各自的人生赛场上 我们都要努力